中国四川九寨沟发生了七级强烈地震 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为19人 受伤200多人 还有多人失踪 发生了多次震感较强的余震 目前灾区的部分公路经过抢修已经能够通车 但九寨沟游区停止接待游客 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冰 叶冰 你好 你好 许宝人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发生9年多之后 又在附近的九寨沟地区发生了7.0级的地震 那么您在北京了解到哪些的最新情况 这次地震有没有预兆 现在抢险救灾进展情况又如何呢 叶冰 有关这个震灾这个情况 刚才你在新闻报道中已经说过了 我就不重复了 那么这个震源呢是深度 据官方消息是20公里 那么根据目前了解的最新情况呢 这个除了中国一些灾民以外呢 那么还有四名外籍游客受伤 刚才你也说过了 有一个是法国籍 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籍 另外两名是韩国籍 那么死伤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 张扎镇辖区内 那么这是镇中 九寨沟景区道路呢 这个部分路段呢 呈现了撕裂状 显示出呢极大的破坏力 那么昨天晚上呢 九寨沟剧场啊 正在演出反映512汶川大地震的 这个舞台剧这个时候呢 也是非常巧啊 地震突然发生了 那么当时观众呢 还以为是特效 等反映过来以后呢 才纷纷的涌向出口 到今天呢 凌晨一点多钟啊 救援人员在那个现场 拔出了一名女性的遇难者 发现呢 是剧场的一个员工 九寨沟地震发生前呢 汶川电视台突然中断了节目 提前40秒 预报了地震波的到来 那么目前呢 包括军队在内的大批救援人员和设备 已经展到在区进行强险救援的工作 汶川地震后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啊 时任总理温家宝 因为军队迟迟没有出动救援 而发了脾气 那么目前呢 看来情况不是这样了 军队动作也是很快 那么据报道呢 当地有多处公路受他方的影响 没办法通行 那么现在呢 部分路段已经恢复了通车 我们采访到了 九寨沟气象局的局长蒋先生 他说汶川地震呢 跟这次地震呢 没有什么可比性 他说因为两个阵中呢 还是相隔比较远 另外呢 这个阵级也是差了很多 一个是八级 这次是七级 那么他还说呢 这次挣钱没有预兆 这个对于气象部分呢 他说这个他们气象局呢 有部分设备被震坏了 但是很快就启动了紧急预案 恢复了气象的预测 他还表示呢 说他们气象局的建筑 有明显的裂缝 人员都不能在里面 这个继续进行工作 或者是居住 他们现在目前呢 都是在地震棚里面过夜 这个他还说呢 这个镇区啊 金明两天没有雨 有利于救灾 不过气象预报 其实说后天有雨 有局地大雨 对救灾不利 那么这个地震后呢 发生了多次遗震 这蒋先生也说 这个有的震感非常的强烈 那么后面呢 还会有较强的遗震的可能性 那么当局呢 呼吁广大网友 不要信遥传遥 说地震局呢 会通过发布会 微博微信 发布权威的消息 齐波 好的 我们知道 九寨沟呢 是著名的风景区 也是藏民聚居的地方 当地受灾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外地和外籍游客 是否已经安全疏散了呢 叶冰 是的 那么眼下呢 就是这个暑期的旅游旺季啊 有大批的游客 到九寨沟去避暑游览 那么据九寨沟景区管理局的统计呢 昨天九寨沟公园 共有访客 38,799人 那么景区呢 现在已经停止了接待游客 当地震发生后呢 九寨沟的天堂洲际酒店 受死严重 有一名旅客和两名工作人员遇难 游客呢 从酒店紧急撤离 大批游客呢 滞留景区 还有很多民众 裹着棉被 站在街上 有人点篝火取暖 还有一些旅游团呢 向成都撤离 那么成都呢 其实震感当时也是蛮强烈的 很多人都在夜里面跑出来 到街上或者控场 去躲避 那么目前呢 据说九寨沟已经有4.5万游客 撤离了景区 还有部分呢 自由行的游客呢 等待撤离 关于这个伤亡部分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有几名外籍游客 受伤 这个 受地震的影响呢 这个成都铁路局的 有部分列车停运 据悉呢 现在伤员主要在九寨沟 县医院接受治疗 来自广州的陈先生 一行啊 13人在一辆中巴 进行自助游的时候啊 在这个神殿池路口 去往黄龙景区的这个途中啊 也就是在这个距离九寨沟 中医院40公里左右处呢 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中了 那么他们的车辆呢 掉入河中 跟他们同车的呢 这个陈先生的妻女失散 目前呢 他妻子已经找到了 那么陈先生呢 受了伤 在医院里面 他的九岁女儿呢 依然失联 我们今天联系到了 这个陈先生在广州的哥哥 据他介绍呢 当时他们一同包车的是四家人 有13口人 目前呢 有四个人 分别是两名女士 一名男士 和陈先生的这个女儿 叫陈岳瑶 都没有找回 那么其他的九人呢 都在医院里面救治 但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那么陈先生的哥哥说呢 由于现在道路不通 无法感到灾区 只能在广州的家中关注 好的 那么距离镇中 大约有100公里的甘肃啊 陆南 震感也是非常强烈 那么近日陆南呢 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 引发了泥石流灾害 截止目前呢 官方公布数字呢 有八个人遇难 一人失联 受灾也是相当严重 好的 救灾和这个物资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 这个新疆呢 也发生了这个 这个6.6级的地震 那么乌鲁木齐 也有明显的震感 那么据报道呢 有34人受伤 其中有两人重伤 嗯 好 我们感谢叶冰 在北京的连线报道